屏東內蒲香經傳詭異的雙屍命案 法拍屋主點交房子 發現屋內有一具男性白骨 另外屋內的女子也成了交屍 警方釐清兩名死者身份 是一對40歲左右的夫妻 由於命案現場沒有打鬥痕跡 警方研判化為白骨的丈夫 有可能是病死 而且死亡時間超過了半年以上 法拍屋經傳雙屍命案 現場拉起封鎖線 兩名死者確認身份是一對夫妻 妻子在三樓成了交屍 丈夫則化為白骨 研判死亡時間超過半年以上 不知道那個是人家的 屍體的臭味 我天天都在找哪裡有死 然後老鼠 他就死的我們都很臭 鄰居長時間聞到惡臭 以為是老鼠 結果竟是命案 據了解就對夫妻 兩三年前才剛從高雄搬到屏東 和鄰居幾乎不太互動 他們很少出來跟人家 相同還是怎樣 沒有不這樣往來 都沒有再往來 不只鄰居少互動 死者妻子的姐姐也說已經有將近五年 沒有聯絡 四五年超過了吧 他也沒有打電話來 跟我說他的經濟上有什麼狀況 他們兩個夫妻的感情好嗎 出去吃飯都一起啊 出去工作也一起啊 白骨死亡的現場 初步研判現場都沒有打鬥的情形 然後白骨狀況完整 下半身是還有一些組織的狀況 夫妻倆結婚超過十年 平常從事除床工作 是不是經濟出現問題還要調查 初步研判男子應該是病死 這回偷添錯遭到罰拍 得標主前來商討辦遷事宜 採用整起案件曝光 後續警方也將繼續調查 釐清真相 自由蘇世偉 評寬報導